都有麻烦 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麻烦 尤其是现在 请问 哪个成功的企业 今天敢说它没麻烦 我前两天麻烦还没过去呢 对不对 难道看到麻烦就跑了 看到麻烦你骂谁去呢 还得自己去解决 当谈到对香港年轻人的意向 马云直言他们很有学识 在内地有这样素质的学生不多 投资未来就是要投资年轻人 所以我是真正信员 如果你相信未来 那你就相信年轻人 如果你想把握未来 投资到年轻人身上 这一期的演讲 共历时一个半小时 而马云在会后也透露 他这次来香港会逗留两到三天 主要与各界讨论有关青年人的议题 他也希望有机会可以与香港特首梁振英会面 凤凰卫视 胡晓彤 香港报道 阿里巴巴集团宣布斥资10亿港元 成立第一个为香港青年企业家设立的基金 集团主席马云就表示 欢迎年龄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申请 希望基金可以帮助香港的年轻人 阿里巴巴宣布成立10亿港元的香港青年企业家基金 支持香港年轻人创业之后 主席马云在香港出席活动时 进一步透露基金的详情 你的香港的青年的发展基金 是给年轻人的 是 我可以理解50岁的也可以申请吗 我50岁觉得可以申请 但我们偏爱三四十岁以下的人 也可以一世 还有这个问题 我偏爱 偏爱 对 马云表示 获资助的年轻人 会在阿里巴巴集团内的 各个交易市场和平台上创业 并将产品和服务从香港销售到内地市场 由专业的投资经理和基金运作顾问组成的团队 会负责挑选管理被选中的创业企业 指导他们并给予意见 我只是觉得 今天阿里已经到了这个size 我们有responsibility 去帮年轻人做点事情 我们现在阿里巴巴投的11港币 后面还有什么 我们是有计划的 很快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还有新的 然后我们也希望 在香港 我们能够做更多的东西 有学者认为 这一类以商业模式运作的基金 会比政府提供的资助 更具灵活性 对年轻人而言是好机会 它的10亿的基金 只从数量来论的话 因为钱毕竟比政府的钱多 所以从数量来论的话 就是能够投资的项目 肯定会比政府的数量多 以马云的性格 和他们基金的运作的方式 是肯定可以考虑一些 更大胆的项目 这种我想在政府的基金里 恐怕很难 佛华卫视连华先告报道 由海外媒体报道说 美国证监会留意到 中国工商部门批评淘宝网 售卖假货 正在评估是否与阿里 上市文件内容矛盾 美国多家律师事务所计划 就阿里巴巴是否违反 美国证券交易法提出集体诉讼 而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 在香港出席活动时就回应指出 作为上市公司就不害怕被告 反而希望西方国家 能够进一步了解 中国企业敢于面对问题 敢上市就不要害怕被告 这是中国企业 今天应该要有的勇气 也是应该必须面对的问题 所以We welcome it 并且我们会积极地 透明地去对待这件事情 因为阿里在六个月以前 我们就采取了透明的制度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坏事情 反而让西方社会 进一步了解中国企业 今天的企业 能够做到这样 并且我们是怎么做的 马云又指出 淘宝网有2000名员工 负责监察制度 去年把400人送进了监狱 如果有人投诉 公司会立即有反应 如果不投诉便很难发现 毕竟他们要处理 12亿件的商品 而对于淘宝商出现 涉嫌造假 并且盗用照片的 香港苏文大学 马云就说 相信很快会有同事跟进 来看到报纸上的消息 中国环保部门 在昨天公布了 2014年的城市 空气质量的红黑榜 那么其中空气最差的 十个城市 就包括了有河北的保地 中文字幕 似乎